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继续行山了 今天介绍大家走一个地方就是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继续行山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路径就是由屯门河福堂中学 一边去彩虹栏杆,一边去蓝地水堂 我们上次去过,今次去蓝地水堂 起步的起点和去彩虹栏杆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在河福堂书院旁边的楼梯上,井头上千北上来 你走了大约是二十多分钟后,你就见到一个分叉路 它有路牌显示,右边这条路去蓝地水堂 这里亦都见到屯门民政事务处一个指示 就说这个路段艰险难行,指而有经验及装备良好的人士前往 如果天气恶劣的时候,就切勿尝试,请加倍小心 所以这个天气良好的时候就不怕了 如果下雨,打风那些就不用问了,千万不要上来 因为万一山洪步伐也是有点危险的 我们沿途都是这些山腰的路,我们已经是经过了一个很深的山谷了,大家看看 现在在我们前面就是有一个山谷了下的地方 差不多是山顶了 现在已经去到山顶了 沿路的是这些 Holy 如果下雨它应该就漏不到水 如果下雨这路就会很难走 所以下雨就不建议大家走这些地方 我们在这个分叉路口走上来 二十几分钟的地方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政府的艇在这里 政府建的艇在这里 这个叫东升艇 这里就是有一个在山上有一个发射站 这里也有显示牌 告诉大家这里叫虎地郊游经 因为这里就有两条路 一边就向着山上走 一边就向着山下走 据那些行山的师傅说 下山那边就直接去水塘 上山这边就可能会去到 这个岭南大学那边的范围 现在我们选择就选上山这边走 那我们这一轮呢 看看我们需要走多少时间 在这个显示牌旁边这个山粒看下来 哇好漂亮呀这个山 全部都很脆绿色的 也都见到有些行山径在这里 穿过这些山坳的 也都见到有棵虫树非常之漂亮 又是有一棵针虫在这里 大家看看这棵虫树多漂亮 它又是正正在风口那里 但是它又生得很漂亮了 这棵虫树 沿途也有几棵很漂亮的虫树 那在我们刚才那个梁亭交叉路上来山顶这边呢 在我们刚才那个梁亭交叉路上来山顶这边呢 它正正在这个石屎路旁边就种了一些很漂亮的针虫 哇这些针虫很翠绿色呀 见到它都觉得它很可爱 也都见到这些松树就开花结果了 大家看一下它的花园是这样的 我们小孩子就以为它那个果生出来 就是硬滑滑的 原来不是 是有花粉的 是啊很多花粉 是啊 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远足的地方 我抓到一边很漂亮的树叶 哇 你看 这个 跌到地下 是不是七树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树 那我们在这里呢 见到一个很大的铁塔 哇 大家看一下 不是去半截的 只是铁塔灵魂 这个是一个电塔来的 那我们新界区的部分供电呢 就是在这里呢 翻山越岭这样去的了 那你说当时呢 这些 这些收足的工人呢 你说他们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做这样东西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呢 我们的幸福呢 是建立在很多人的汗水上面的 你看看这些电源 哇 这些高滑电纜真是厉害了 好像在这里不落雪 如果落雪 还要找一些工人去打雪 打雪 是啊 那我们这里一直看着这条路了 已经到了山顶了 是啊 在山顶了 我们现在正正在山顶里了 我们在山顶的高峰 左右两边都是峭谷来的 都是一个山谷来的 我们进行跚离了 我们进行跚离了 经过两个小时之后呢 这个厚山越岭呢 就来到这个 这个釜地郑游径的 这个是烧壕场上面呢 这个是釜落场 往这里了 那个厚厚厚厚厚的 有两条路,一边就是右手边向岳山行 这个就会去到南地这个地方 在左手边也有一条路 这个就会去到岭南大学那边 如果大家来这边玩,可以选择去南地或者去岭南大学 这个旅程也是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千辛万苦终于来到这个南地的水塘了 这个南地水塘的面积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风景是相当之漂亮 因为它是围处于两个山的山谷 旁边的树都很漂亮,很多这些白千层在这里 我相信这个水塘应该就可能是南地这个地区,元朗地区的配水库来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风景 我们身处这里呢,这条桥呢 其实就是一个水坝了 就拦截了这个山粒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装水的地方 在这个水坝下面呢,也都是有一些洩洪的设备在这里的 大家听到很大声的水声呢 就是这些水位有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它就会排走啦 大家看到这个山谷真是很清脆,非常之漂亮 適逢今天的天气也都太好太好了 又不热又不冬 有阳光 大家都来到这里呢,大家都在这里欣赏这个水塘的景色 相当漂亮,相当漂亮 一路望过去都是这些白千层 今天我们呢,这个南地水塘之旅呢 就正式结束啦